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对于霸王的话很多人都说啊能够吻吃他的当今世界找不出六个人啊没有超过六个人 然后呢霸王也是以揪魔制至虚啊这次呢霸王是遇到了一个民间高手啊这个民间高手用的是这个鹤八气啊曾经就是这个阵容呢灰灰最先用的啊后来呢就是这个谁啊比如说新颖啊 也是用过这套阵容这套阵容谁用谁知道啊只要你的双神打得好的话那你的战绩啊也是可以非常好的啊 我们来看看这次霸王遇到这个硬骨头 是不是真的如这个全王界所说的吻吃他的五六个人啊应该说明天高手这个书生啊他要签和打得挺好的啊 我们看一下 他的八神八王并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啊 我用这个八座门啊现在这个桌 再来原地啊做一波弹簧桌弹 弹着弹着弹着啊 弹死了 其实呢霸王确实哈就是你如果说看一个长期的胜率能赢他的人不多但是他在没有足够了解对手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打不够对手啊 因为这个我全那个废弃散机能被跑抓这什么意思啊 这招有点强这招有点强啊 这一下还被抓了 意思真的好啊 明天高手还真的有啊 最高手也是吉林的哈叫夺命书生 夺命书生好像他的这个姐姐是八王那边的房管之类的哈 然后就是去赞助他 夺王输了之后这个 夺命书生的姐姐不知道是不是清洁哈 还去给他 送了什么火箭呀飞机呀这次是被打晕了我呀我们再看一局啊 有点强悍了这个八神也好这个千赫也好有点强悍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民间高手这个 打得这么好是吧很多人都在说让他开波开波如果这个人入呢 开波以后也会是一个挺强的存在啊 但是水平我感觉啊就是啊 目前不知道他年纪多大应该 能够打赢霸王或者说跟霸王打成这个局面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有一线 中吧 这次又被千赫打晕了这个千赫有点强啊 要知道霸王他最怕的啊可以说就是顶级的千赫了他的八神有时候还不一定怕你但是这个千赫很多人都 真的哈 很不适应他的这个 节奏 他的压制 还有他的判定 跳跌好再敲 晃一波 这次霸王被晃出了一个cd啊虽然是一个下c但很明显就是一个cd没有刚到啊 而且是真的的刚cd有时候出不 就是被骗的话他会变成一个下c 刚才差一点了 还好这个破防之后距离比较远啊这次攻防落地也是抓了 不折我真身过来霸王又被晃了 有点不太适应了真的 直接不震 打坐 又被带回 天庭了 去天庭接受处罚了 继续看啊 好下地 跳蟹 带钢 啊可以下些 加油啊我包争取来一波反三 还可以有些 抓到 再来压 吹房可以意思不错 哇 再也被跳过来 这次明天高手组 书生一波鬼步我连竟然失误了哈 打针机还是比较好连的哈这次是我好跳跌 带钢回去啊 卢里博兵啊 战战兢兢 有点晃 可以点了三下哈木鸭然后马上很重一个抓 有反三的机会啊加油包王别被三连了呀 对三连的话 老脸可挂不住啊我包加油 真的很想给你加油 但是明天高手 江湖险恶呀包王加油了啊 又中了一个必杀这下反赛无望了 哎可以 这部电招这个是被包装了 我这种招式被反应了啊包很喜欢出这种下地之后马上来一个 第六第一个抓 因为启动比较快有一些人如果愣一下有可能就没了 就被抓了啊 这次的包也是西败了哈 也是被三连了一下然后这场比分的最终也是这个民间高手赢了哈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喜欢的点点关注关注修修 好疼的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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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